在接下来的新闻报道里面 我们要听到的土真言 看到的画面是非常少见的 有一种不是蓄意杀人 是因为意外杀人致死 有人称为是非典型的加害者 那他们必须带着一个 非常特别的经历 还有心境 还是要面对接下来的人生 今天报道就是澳大利亚的纪录片 有六个因为意外 导致他人身亡的加害者 他们讲述事件发生的经过 以及自己人生带来的改变和冲击 有人是不知情的情况下 倒车撞死自己的孩子 有的人是为了防卫伴侣的攻击 那么虽然个个都不是故意 但是却都带来沉重的伤痛 我们一起来看下面这则报道 澳洲公事直播的系列节目 你不能这样问 这集邀请过失致人于死的六位主角 站在大众面前讲述难以启齿的悲剧事件 有人是在倒车时碾过自己的亲身骨肉 有人则是酒驾造成好友身亡 持刀自卫抵御施暴者 警察执行时开枪 还有人是开车时撞上行人 虽然可能是出于保护自己 也可能只是一场意外 但却因此导致他人生命终结 不论对逝者亲友还是自己 都是难以面对的伤痛 纪录章 意外杀人者的真情告白 透过加害者的角度 针对镜头分享 非虚意杀人后 要如何面对 行中的愧疚 创伤和往后的人生 而在台湾 是鲜少被谈论到的话题 甚至说我的同侪 我的同侪可能不知道 我做过这件事情 那他们未来会怎么看我 甚至我可能自己 也会去顾虑说 被害人的家属的感受 会是怎么样 会不会觉得说 我在讲一个 会再次伤害他们的事情 台湾社会有包容 过失杀人者的声音吗 公式主题职业秀团队表示 有试着寻找当事人 上节目参与讨论 但最后比明有人愿意现身 我觉得不论对加害者 或是受害者家属来说 两边都是在受苦的过程 然后同时还要承担着 各个人会告诉你 应该要怎么办 所以我也有蛮多的当事人 后来就慢慢地 跟人保持一点距离 就希望所有认识他的人 都不要找到他 但加害者要面对的 不只是外界的眼光 还有夺走他人性命的追究感 甚至媒体报道的方式 都可能让他们 更难有说话的空间 现场专家认为除了媒体需要加强自律外 也反映出台湾社会集体的焦虑感 透过对加害者贴上冷血标签 划分于自己的界线 也是被殖民历史下所形成的现况 我觉得跟我们台湾的整个历史发展 也是很有关系 包含我们前面一段时间的天涯式教育 我们就是教你你要怎么感觉 教你要做一个乖孩子 乖宝宝的话 你就要这样子做 这样子说 这样子感觉 不是所有受害者家属都要选择原谅 也不是加害者就是所谓的坏人 我今天撇开他这个个案上的行为 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 可能就是你路上遇到的任何的人 如果我们今天因为他做了一件事情 我们贴了一个条件 他就是坏的人 我们就很难去看到他其他的面相 不要急着对人贴标签 多给予一些包容和生存空间 或许是这个社会能努力的方向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